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元帅 你告诉我的事情 让我感到无措 我希望自己 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 都只是最普通的白菜 再只有阿狗那个世界生活下去 但如果 如果我不接受自己的真实身份 是不是就意味着我 白菜 毕竟你新的身份 我更希望你快乐 相信你的父母 也是这么想的 我想 这应该是你遗失的 在我的记忆中 它是属于你母亲的 现在 它属于你 娘亲永远都不会不要你的 记住了 无论以后娘亲阿爹在哪儿 我们都爱你 记住了吗 我找他好久 他为什么会在你这里啊 当时 你的父母带你离开妖族之后 遥无音讯 我便派人四处寻找 但最后 只找到这传项链 太元帅 那你与我的父母可收拾 他们 是什么样的人啊 你的父母 是我兄长海阔天空的麾下大将 他们战功卓主 威名赫赫 游勇有梦 更有着一颗 人爱之心 他们在妖界 行医问诊 替百姓 摆脱病痛 只可惜 妖界资源匮乏 他们只能跋涉千里 去寻找治病的良药 他们很恩爱 只要有你母亲的地方 就一定有你父亲的身影 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黎明之花 你竟然在少年时 就找到了黎明之花 那为何妖族 仍受到石化病所困 太好了 这样嫂嫂就有救了 多采一些回去 还可以救族人 竟然溜进来一只小老鼠 你是谁 我乃圣贤殿大长老神眼 这世间的万事万物 都逃不出我的法眼 圣贤殿大长老 莫非这里是神域 我并非前来作乱 我只想摘一些花回去救族人 你还是先搞清楚 你手里边拿的是解药 还是毒药 这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花粉是可以解石化病吗 是你们搞的鬼 神族卑鄙无耻 能解石化病只不过是一句谎言罢了 它的花粉才是治病的根源 我早已把它们散播到了妖界 无孔不入 无处不在 但 如今这个秘密被你所窥见 我就不能让你活着出去了 你 阿狗 我跟你说个秘密 你不生气了好不好 什么秘密啊 不想听就算了 我想听 谁说我不想听了 只要是你说的 无论是什么秘密 我都想听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家的样子吗 不太记得了 但我记得 这里的石头山 石头房子 还有家家户户未曾熄灭过的竹灯 我从来到这里的那一刻开始 我就知道 这里是我的家 是我出生的地方 你是说 我是妖族 妖界是我的故乡 你是妖族 你是妖族 没告诉你 是因为 我根本就不想承认 因为童年的某些记忆太过痛苦 再说了 我还去过了普通人的生活 这也是我父母对我最后的期许 但是 我这次回来 看到我的族人在受苦 我就决定 不能再隐瞒下去了 我要跟他们一起承担 无论你是哪一个族的白菜 都是从矿场开始 跟我一路走来 陪着我的白菜 只不过 我们这次来到妖界 都是冥冥之中的安排 无论今后我们做什么 你都要答应我 首先 你要保护好自己 不能再让我担心了 好 我答应你